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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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 斯明法院受理了一起民间借贷案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被告叶某国张某志两夫妻 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偿付原告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 但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仅扣化到叶某国名下8000多元存款 经过调查发现 叶某国夫妻已经在2014年5月份 将名下包括这套房屋在内的四套房屋 分别赠予了两个女儿 过后这个申请人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了自己 他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前诉讼 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认为被执行人的这个行为 属于无常转让财产的行为 对申请人的债权造成了损害 因此全部判决撤销 这个正义行为撤销 付销完了以后 最少有四套房屋在这边 这个案件就可以执行 那案件申请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已经多次通知被执行人到庭 但是都没有来 也没有提出相应的还款方案或者是计划 由于被执行人一直不肯出庭 也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 今天上午 私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 现场暂扣了室内的装修工具 并将房门用钢筋焊死 粘贴封条 再次要求被执行人 限期到法院提出解决方案 今天采取的这个行为 就是对这个房门实施控制 张贴封条 然后再加上传票 再一次通知他到法院来处理这个事件 如果都不来的话 那只能依法启动 对这个房屋的这个评估 跟拍卖的这个程序 在今天的统一行动中 市区两级法院 共对三起案件进行了强制执行 这三起案件都属于强制腾房案件 其中一个是商业店面 一个是仓储用房 另一个是生活用房 为了确保腾房工作的公开性规范性 我是还首次通过网络进行全程直播 法院执行人员也同步运用信息化手段 对执行现场进行记录留存 与此同时 公正机关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管理人员 也一同参与并见证了本次执行工作 记者公家王汉阳 特约记者陈宝清报道 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快 房子一栋栋建起来 这是大家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建这个房子的时候 产生的建筑废土运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难题 我是海洋执法部门 就在巡查中发现 每到凌晨 总是有几艘踩沙船在海面上 但是他们看起来 好像也不是在踩沙 而是把船上的废土倒进了海里 昨天晚上海洋执法人员 伏击守候抓了个现行 我们的记者也随同进行采访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通过光电跟中间试取证系统 执法人员从昨晚七点开始 就注视着这几艘踩沙船的一举一动 这三艘踩沙船分别停靠在武通码头附近 和香山游艇码头附近 屏幕上能够很清晰地看到 一艘艘土方车不停地开上船 将车上的渣土 一车车地请到在船上 就这样连续请到了六七个小时之后 凌晨两点多 踩沙船将船上的灯光全部熄灭 航行到会展中心外海域 靠近土雨的位置 开始摸黑作业 将船上的渣土通过挖掘机 推到海中 执法人员也乘坐伪装了渔船 开始一点点靠近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三点钟了 为了逃避执法 这些船只能才刚刚开始摸黑作业 能够看到在我身后 仍然有八九百立方的这些土石 还没有被丢进海中 虽然踩沙船上 已经有部分渣土被推入海中 但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 踩沙船上的工人却失口否认 几点开始作业了 就刚出来就今天 晚上浪比较大 外面我前面就是 就是前面把它推下去 就浪比较大嘛 我前面稍微弄了一点 不是说推在这里 昨晚的行动中 执法人员共查扣了三艘 违法请到废土的踩沙船 在这三艘踩沙船上 共有接近三千立方的土石 执法人员介绍 目前我是共有四家渣土转运企业 而按照相关规定 这些渣土应该是通过踩沙船 转运到外地的填海造陆工地去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燃油 他们却经常偷偷往海中倾倒 这些业主为了谋取暴力 往往都是在海中间 就把这些渣土推到海里面 这个倾倒 这种行为对海洋生态 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他们为了逃避监管 一般都是在下半夜的 今天凌晨六点 执法人员将这三艘踩沙船 押送到高企渔港站扣 并展开下一步的立案调查 记者王玉坤 高志强报道 网上处理交通违法记录 昨天开始实行新规 包括网上销分必须同人 同车 而且可以销分的限额 也适当地提高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适应 今天交通违法记录 处理窗口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记者也来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上午车主陆先生带着他的驾驶证 行驶证等证件一大早就来到 狐狸交警大队处理违章 他要处理的是两起违章 一起是六分 另一起是三分 现场的民警告诉陆先生 他的两起违章都是同人同车 而且累计处理积分没有超过11分 可以在网上自行操作处理 考虑到陆先生对手机操作不熟练 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教他 在厦门交警官方微信上 进行交通违法记录处理 本来文化程度不会很高 就上什么网的 对不对 上网也要叫儿子交啊 记者了解到 狐狸交警大队每天上午 有200个取号名额 而今天上午10点不到 这200个号就已经被取完了 这个时间点跟平时差不多 不过记者发现在这200个 来处理违章的车主中 仍有不少车主对新规定并不清楚 或者是对网上操作不熟练 我们不要选拼定 搞不清楚啊 哪里进去什么点字 我们都不会啊 怎么弄啊 到窗口最直接啊 是不是啊 方便的很啊 排队排得很长啊 排队也没办法 你要排的时候也要办 我昨天已经来过了 目前车主们可以选择 上厦门交警网 厦门交警官方微信 以及交管12123APP 进行交通违法记录处理 根据市交警支队的统计 截至昨天晚上8点 网上自助处理量有845起 比平时增加了四成左右 另外交警还表示 在窗口处理一起交通违法记录 需要三到十分钟 而他们也经常遇到一些车主 资料代不全 不仅浪费了车主的时间 窗口的处理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驾驶证 行驶证 严件 职业 复印件 还有限定证 这些都要齐钱 你拿到齐钱以后 就能够尽快处理 如果不齐钱了 那可能是不能处理的 记者贤鱼 无关好报道 这周六上午 2016建发下门 海仓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将铭枪开跑 到时候海仓区的多个路段 会实行交通管制 海仓大桥实行线号通行 赛道沿线的公交线路 也会有调整 此外 公交集团还临时开辟了 9条临时免费的专线 方便参赛选手和观赛市民 前往比赛现场 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比赛当天上午7点到9点 海仓大桥将实行单双号现行 除持证车辆和消防 救护警车等特种车辆 以及公交车 出租车等客运车辆外 仅允许双号车通行 单号车禁止通行 当天上午7点30分起 海仓大桥吸引桥海洪路 往冰湖路匝道也将封闭 同时 在比赛前一晚 10点到第二天比赛结束 海仓新港路海景中路口 至角松路口段将临时封闭 而比赛当天上午7点30分起 赛道沿线的新港路 角松路口至建港路口段 海仓大道建港路口 至雍军路口等路段 除持有半程马拉松 绿色车辆通行证的车辆外 也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同时 赛道沿线的一些路段 也将进行限时封闭 比赛期间要经过赛道沿线的 车辆驾驶员请参照现场指示牌 并遵守交警的指挥 另外 比赛当天上午 一直到赛事结束 805路 807路等12条公交线路 在比赛赛道内的站点 将取消停靠并绕路行驶 而806路 818路 847路 在赛事当天上午到赛事结束 将暂停运行 为了保障参赛者和观赛市民 能够顺利到达比赛现场 赛事当天 公交集团还开通了 9条免费临时公交专线 这些专线的终点都在海仓自贸区 距离赛事起点仅700米左右 临时公交乘车点为 岳阳小区 第一码头 同安小西门车站等站点 而运行时间基本为 当天上午5点半到7点半之间 在开赛后 岳阳小区 第一码头等6条临时线路 还将继续运行到中午12点半 记者雄伟 吴国豪报道 这几年快递业发展很快 鸟箱 宿地翼这样的一批 第三方快递存放平台 也随之应运而生 而如今随着快件量的激增 有限的快递柜 是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经常是没有柜子 可以放着的快递 为了保证快递柜的周转 鸟箱就率先宣布 从昨天开始对收费进行调整 将免费存放时段 由24个小时 缩短到了12个小时 我们来听听市民的反应 下午在水清国际小区 快递员们正守着满地的快件范畴 虽然这里的鸟箱快递柜 有195个阁口 可还是不够用 一些市民刚把快件取走 快递员们就赶紧把快件 放进空出来的格子 一些快递员说 今年双十一 他们每天凌晨四五点 就要早早出门 去抢快递柜的阁口 可由于不少客户 没有及时取件 快递柜常常是一格难求 即便到现在 这第二天能空出来的阁口 也经常不到一半 一半可以用 那肯定不够的 你看这上面是不是 还有这底下 鸟箱的运营方 厦门艺保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表示 目前他们在全市设置了500多个点 共4万多个阁口 每天的快件流转量在3万多件 昨天公司把快件免费存放时段 由24小时缩短到12小时 仍然是执行五元封顶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 快递柜的周转使用率 很多我们的鸟箱 里面还有大量未取的货物 这样导致快递员在投递的时候 他就很多格子不能用 极大的影响了他的投递效率 这次改成12个小时 会影响少数 大概我们现在 估计影响的这个比例 大概在5%以内 目前公司已经通过短信和柜面的取件屏 发布通知 提醒用户尽快取回快件 以免被收取费用 而面对调整 市民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一些市民表示 现在不少快递员 都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 将快件放入快递柜 如果因此导致额外交纳费用 对消费者来说并不公平 要尽快取 要是取得晚的话 都是会多收一块钱吗 如果是正常工作日还好 但如果是周末的话 如果说你是直接放鸟箱 会产生费用件 还是打个电话会好一点 对此 市邮政管理局表示 快递服务企业 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的 应事先征得用户同意 用户明示不同意的 不得通过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 而鸟箱的运营方也表示 市民如果不能接受快件被放入鸟箱 或不愿意支付超级保管费 可以拨打鸟箱的客服电话 将手机号列入 取消鸟箱投递服务名单 我们建议就是说是 他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 他可以要求我们 把他的这个叫做号码 列入到比如说是 这个禁止投递的这个号码 那这样子呢 就是快递员就没有办法 将这个号码投递到我们鸟箱里面 他就可以避免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问题 要支付保管的成本 记者公家王汉阳报道 下一届海连看到 东渡路出岛方向 两辆货车刮擦 一辆车撞上绿化带 东渡路交通一度拥堵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区信用广场 多次承诺会自行拆除违建 但迟迟不予执行 反而变本加厉抢建 昨天上午 斯明城管执法局组织人员 对斯明南路457号 跳海客栈的突击抢建建筑 展开强制拆除 在斯明南路的拆除现场 记者看到 跳海客栈共有左右两栋楼 一栋为五层建筑 一栋为四层 眼下客栈正在进行重新装修 业主利用重新装修的契机 在两栋楼间违法搭建起了 三个高空钢结构的连廊 每个宽约两米长五六米 以此连通两栋楼房 记者注意到 两栋楼间隔着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是附近外口公寓 两百多人进出的唯一通道 而两栋楼的建造年代都比较久 也很难承受这么重的连廊重量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据现场人员介绍 两个多月前 跳海客栈就开始违法建设高空连廊 经执法部门劝导拆除过 而近段时间 业主又连夜突击抢建 规模比之前还大 我们就要把这个寻查的情况 报告给我们执法中队 然后我们执法中队 也是第一时间到这边 来给他开整改通知书 也通知这个业主要及时的拆除 但是他们都一直不听劝 我们社区来这边 劝已经不下十次了 但是业主就是跟我们说 好好好 但实际上都不停 几番劝说无果 四名城管下岗中队 联合街道决定对违建展开强拆 不过由于违建的地方空间狭小 有关部门多次到现场勘查 制定详细拆除方案 确保周边安全 因为违章大概第一 这个就是说 对我们整个环境的美化提升 是等于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呢 它这个违章大概 从安全隐患的角度来说 也是不容许的 所以我们是采取玲珑忍的态度 记者咸云 黄超报道 今天中午12年左右 东渡路出道方向 输港高架引桥的地方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两辆货车发生刮擦 其中一辆集装箱牵引车的车头 是撞上了绿花袋 索性没有人受伤 事故也造成了 东渡路河旭路口附近 一度交通拥堵 事故发生在东渡路 与河旭路的交汇路口附近 这里也是东渡路出道方向 输港高架引桥的上桥口位置 中午记者赶到时 发生刮擦的其中一辆红色货车 已经被拖离事故现场 只留下一辆蓝色集装箱牵引车 还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这辆集装箱牵引车 停在东渡路出道方向的 最左侧车道上 车头骑在绿花袋上 由于车头撞上了 输港高架引桥的上桥口护栏 车头保险杠已经完全脱落 不过挡风玻璃 以及驾驶室的两侧车门 并没有明显损坏 根据集装箱牵引车驾驶员会议 当时他驾驶车辆 沿东渡路往出道方向执行 经过河续路口时 一辆红色货车 试图从河续路口右拐 驶上东渡路 由于红色货车拐弯幅幅度较大 将集装箱牵引车 逼到最左侧车道 我就是怕他人受伤 因为他人们是在左边坐着 我怕他人受伤 我就一个就要向那边让 让他 实在让不过去了 没办法 据了解事故发生时 两辆车上都只有一名驾驶员 所幸没有人受伤 不过两车刮擦 也占用了东渡路出道方向的两个车道 事故发生后 东渡路出道方向 输港高架引桥附近出现交通拥堵 过往车辆通行缓慢 直到下午两点半左右 东渡路的交通才逐渐恢复通畅 记者谢从斌方艺州报道 因为一次看病的经历 蔡大爷认识了小江 还认小江做肝儿子 这一晃13年过去了 小江这个肝儿子 带给蔡大爷的不是亲情 而是欺骗 蔡大爷呢 不仅和自己的家人关系疏远了 自己多年来攒下的积蓄 也全部被小江给骗走了 那么这个小江 肝儿子究竟是耍了什么样的花招 把这个蔡大爷骗得团团转呢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003年 小江到蔡大爷的诊所看病 发现老人收入可观 便有意与老人套进步 还认了蔡大爷做干爹 经常夕阳问暖 关心他 那老人家本身就对这个小儿子 就比较 就印象比较好 老人家跟他儿子 就是关系可能也是一般 那这个嫌疑人就 就在从中就在边说 他们之间的坏话 然后基本上导致这个老人家 跟他亲儿子没什么来往 2004年 小江开始游说老人 说诊所的面积太小 卫生局不让老人继续开下去 但是自己认识 卫生局的王局长 主要交60万元钱 就可以搞定这件事 蔡大爷信以为真 拿出了60万交给了小江 到了2010年底 小江再次谎称 自己认识房管局的陈局长 可以买下 与诊所相邻的两间店铺 到时候拆迁 就可以拿到很多的补偿金 以此为借口 再次向老人要钱 后来他就冒充这个前级党长 电话给他的干爹 说这个手续已经办好了 从2011年开始就可以交 六月分开就可以交 按揭款一直交到现在 编造了各自的理由 有时候说要办产前证 有时候说那边又要交一些资金 才有办法快速的把产前证办下来 老人每个月都会交给小江 一到两万的按揭款 但却迟迟没有见到房产证 直到今年八月 老人向小江索要房产证无果之后 自己到房管局去询问 这才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于是立即到派出所报警 本月一号 民警掌握到嫌疑人江某的行踪 于第二天凌晨 在思明区的一家酒店 将他抓获归案 警察 37岁的江某来自张州 江某交代 他以前是在张州做工地的 后来亏了很多钱 因为被人追债 才想到去骗老人的钱 这13年来 他陆续从蔡大爷那里 骗得了近250万元钱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玉伯飞 杨仁杰 特约记者王鹏报道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全市的 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到晚上的七点 我市的空气质量指数 是139 轻度污染 首要污染物是PM2.5 另外今天夜间 到明天白天大气污染 扩散条件还可以预计 明天我市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也会受到PM2.5的影响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讯会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仁杨